宋慧桥及宋仲基主演的韩剧《太阳的后裔夯道报》 而爆红的十大原因可归功 男女主角各自童颜代表 网友封为颜值最高的姐弟恋 此戏更是宋仲基退伍后首部作品 以硬汉形象回归 加上他刚结束军旅生涯 虽然不是健美身型 但肌肉比例及佳身材十分有说服力 由知名编剧金银俗操刀 他以往战功灼灼 夯剧如继承者们都出自他的笔下 他的剧本就是收市及口碑的保证 第一集就早来宋仲基好友李光珠客串玩具店的老板 宋慧桥的好友刘雅仁也在去年底参与拍摄 没有边拍边播后制时间不够的问题 国外拍摄的部分比韩国多更多 资金十分充裕 该剧远赴希腊取景 拍摄规格直逼电影 特写画面再多也不怕 打破韩剧第八集才接吻的定律 双宋在第四集就演出红酒出吻 之后又有CPR急救之吻 让观众大呼过瘾 男女主角一个是军人 一个是医生 是制服男女的成熟恋爱 不再是小情小爱 一直都很想你 不管做什么都会想到你 折腾过身体 费过劲 喝过酒试过一切 但还是很想你 吃奶观众买单 宋仲基在剧中饰演特种兵 急救出动直升机 后来连快艇都出来了 双宋在戏中穿着极小物 包括宋慧桥带的劳力士表 他带的耳环精致可爱 成为戏中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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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